有毛巾 有牙刷 還有牙膏 還有衛生紙 準備了鄉親需要的盥洗用具 慈濟志工探視從山上 撤離到園區的家牧部落鄉親 雙方一見面 點滴在心頭 謝謝 謝謝 你們才沒聽 你們都不知夠嗎 不知喔 你們有缺什麼嗎 當然缺很多 不會忘記你們的愛心 你們很有愛心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地方睡 沒有地方住 沒有吃的 沒有衣服 沒有棉被 什麼都沒有 都是你們幫忙 我一輩子永遠不會忘記 部落鄉親趁風雨來襲前 回到長治鄉的慈濟大愛園區 心裡感覺很踏實 其實我們也很感恩能夠 謝謝你們 我們永遠感謝你們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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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要你們在 送上了乾糧和能果腹的物資 護到珍重 志工也前往其他部落的村長家 儘管好久不見了 但感覺還是那麼的熟悉 你們的心 我們阿里村心靈 保持聯絡 我的媳婦 超好坐月子晚 對 當然是心裡會有很多的傷痛 然後像這個 你們直接這樣的幫忙 以及其他的那個 就是十三機動 然後協助我們 讓我們擁有這個永久物的話 那是真的是 對我們來說是幫助很多 村長抱著兩個月大的孫子 和志工們親切的問候 大家閒話家常 就像老朋友一樣 颱風來襲 志工們的仿視和關懷 在風雨中顯得格外的溫暖 大家新聞 翁崇文王昭忠 戴敦人陳立英 評論報導 我們到達